9 3 1 来自全国各地的20个球队 齐聚江翠国小 在围棋三天的赛程中 争夺2016第一届江翠杯 全国少年篮球邀请赛冠军奖杯 为了推广国小篮球比赛 让更多热爱球类运动的学童 从比赛中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以及运动家的风范 结合多数国小和新北市篮球协进会 新北市议员宁国春办公室等团体 合力举办比赛 本身打篮球 小学 国中 高中 大学 高中 金门高中 大学是我们景观学校 也是当过篮球队的队长 所以一直在推动一些运动 不管是篮球 桌球 羽球 各类的运动让小朋友一个学习 第二个 他有一个兴趣 兴趣的话 对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会有一个融入的团队精神 其实全国都要推动 让小朋友多运动 少电动 学校篮球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是非常长 但是我们的孩子跟教练 其实非常用心到处去其他学校征战 那我们觉得说篮球教育 其实是可以再往下扎根的 所以学校篮球队呢 其实二年级就开始招生了 我们希望说通过篮球的教育 能够让孩子学习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 首次的江翠杯 全国少年篮球赛 来自台湾各校的小选手参加 展现球场上的奋战精神 同时鼓励学童多打球 这一次比赛的前八名球队都可以获得奖杯 这样的比赛制度 不但可以让每个学校多增加比赛磨练的机会 也可以增加比赛的精彩度 同时更希望借此鼓励更多学校 来发展篮球兴趣和医院 孩子们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 运动健身也是一个帮助他学习很好的方法 尤其我们常讲说运动孩子不会变坏 反而能够抒发他的体能 能够在他的学习上更有帮助 那我们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邀请了六线市二十支队伍 总共362位小朋友来参与这样的盛事 那么这一次所邀请的都是全国赛的长胜队伍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能够激发出他们团队的一个共同努力的火花 跨县市的交流不只让新北市成为推广国小篮球运动及竞赛的指标 未来更有机会扩大邀请全国更多县市的队伍主队参加 让喜爱篮球的小朋友有休闲联谊的交流机会 同时透过比赛带来更多上场的实战经验 中间新闻林立有刘梵刚 白桥报道